我想對於川普本身來講 疫情的控制與否 會絕對影響他接下來的民調 我們請教一下楊書長 我補充一下 因為川普也說要 進場買戰備除量 那這個就是在撐油價 有 他有在拉 這個禮拜四有在拉 他有在拉 川普撐油價他還有另外一個工具 他會去威脅沙烏地阿拉伯 要跟他一起把油價往上撐 因為他本來就有一個就是 N-OPEC deal 他有一個案是說 不可以有石油的生產 或者是輸口的一個Cartel 那這個東西是還沒有被實行 所以他一旦實行的時候 他甚至可以去告沙特說 他們聯合壟斷價錢 短傾銷 所以他對於沙特這一邊的武器是多的 你覺得這個沙手鐵會用出來 所以他會逼著沙特說 我們一定要撐到油價 撐到一個程度 因為如果油價真的低到一個程度 美國是會崩盤的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我剛剛說會在25 30 這個大家都覺得我們可以在這裡打的這個戰場 所謂的逐鹿中原 大家大概把中原的範圍大概畫了一下 所以照所有的基本面來看的話 我最近有跌到21 如果是 他們會拉上來 就是說你會往下拉 他會拉上來 然後慢慢慢慢平衡起來 就會在這裡變動 從基本面來看的話 就是沙特如果繼續對抗的話 因為俄國的成本是最低的 如果真的要先倒的話 應該是美方 但是美國川普會用他的工具 把這個油價拉回來 不過對於川普來講 疫情沒解決 基本上也不用連任 我請教大家署長 因為之前 我們上禮拜 郭委員就說 如果他的檢測量夠的話 迅速破萬 這個又講中了 這個禮拜 到了這個週末 不是破萬 兩萬 在之前CDC有做過一個 電腦模擬推估了 美國如果沒有採取 任何防範的作為的話 或者他的作為 趕不上疫情擴換速度的話 全美國會遭到確診的人數 可能會有兩億人感染 170萬人死亡 這是電腦模擬出來的一個數字 我先講插一句嘴 油價降了很多 在台灣的民眾 就可以開自己的車 去旅遊一下 增進一下內需 不是題外話 那麼這一次 這個新冠病毒 是一個最成功的病毒 這大家都知道的 上次的流感 09年到10年 已經很厲害了 那時候全球是五分之一的人 五個人就一個人中 這個病毒 它感染力第一個 比H1N1還要強 第二個它有不省性的感染 它有長的潛伏期 它有完全沒有症狀的 非常健康的 但是它事實上是感染者 它還會感染別人 它不發病 所以這個就非常麻煩 所以為什麼在國際上是說 全球會有 如果沒有強力的介入的話 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 因為上次就五分之一了 這是三分之二的人 所以三分之二的人就是 地球人口 地球人口 所以正好是兩億人 這是最壞的狀況 但是我相信這不會在美國發生 因為美國現在是三億多 雖然美國現在已經很糟糕了 你看美國CDC的資料 我剛剛來坐公車的時候才看的 三千八百萬人是這個得到流感 那這是流感呢 還是這個新冠肺炎 不知道 因為在初期的症狀是完全一樣的 你光說的數字是本季的嗎 對 本季 我們每一年都這樣 從十月一號到這個到夏天 三千八百萬 三千八 現在已經三千八萬了 累計數 就去年 我們算流感季節 都從十月一號 這個球動開始算計 算到現在為止 已經三千八百萬了 那麼重症的住院是三十九萬九千人 這個對美國這個 他死亡多少 沒有死亡已經一萬四千人了 所以對美國沒有健保的人 那真是很多人會因為這樣破產 美國家庭破產 第一個原因就是家裡有人生中病 所以為什麼美國人這個 你可以來參加台灣的健保 又要威風 那現在就是說 這個事情不可能發生 因為美國不可能不介入 那麼現在呢 最糟糕的是什麼 美國沒有從中國得到教訓 因為中國在一月的時候 封城的時候 是給美國一個很好的機會 一個時機 比方說我們都知道 最簡單你要有口罩 你要有N95口罩 如果你要照顧這個 感染者的話 你要有隔離衣 不是防護衣 一般看成要有防護衣 但是你真的要需要隔離衣 這些東西都在哪一波生產的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就是剛剛說到的意思就是 1月23號當武漢封城的那一刻 美國就應該已經知道 它的嚴重性 所以剩一個多月 你要什麼生產性要補足 應該要補上 所以中國講一句話 說我幫助了全世界 這句話 我們很討厭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不對 對它有意見 特別對台灣有威脅 但是事實上它給全球都買到時間 買到時間 買到時間是誰 中華民國跟香港 跟新加坡這些國家 我們買到時間了 這三個就緊張 因為我們緊張 那你想想看 這些所有防疫的東西 都是低端產品 這些有錢的國家 它不懈做這些東西 對不對 美國就研發做管理賺大錢 然後這個parts就是韓國 台灣什麼這些國家去做 最後就Assembly 就把它裝起來 那是 書長你觀察 現在美國已經有些公共開始不能集會 它的高峰什麼時候會來 還不到 還不到 我現在再回要講這個事情 這個就算是台灣 也費了兩個月的時間 才把口罩這個 生產線 那你現在美國開始 就把這些東西建立起來 這要時間的 對不對 那你說一樣跟台灣一樣兩個月 那兩個月會變成什麼東西 會什麼狀況 那更糟糕的是 我們現在用的 連台灣一樣 台灣如果再這樣拖下去 我們的這個高血壓 高血脂這些藥 原料都在哪裡 就是中國大陸產的 還有印度產的 那將來就沒有藥了 對不對 還好 現在中國 現在開始做生產 你知道美國已經15年 沒有做過一顆盤利西磷 所有這些三百七十種藥 當然研發開創 這個有Pattern的 原廠藥 很多是美國 西歐這些國家 很好的這些藥廠做的 可是到變成 專利期過的這些藥 幾乎都是 像中國大陸為主生產的 所以這個為什麼這個 我是隨便亂講了 這個川普還說 這個習近平是我的好朋友 為什麼 如果有一天中國說 我所有這些 通通不賣給你 那你怎麼辦 所以朋友還是要做 對 所以你們有沒有看到 現在很多本來 兩國在這個貿易戰 就把這個所有 從中國進口的東西 就是說你們中國人 賺了我美國人的錢 所以把這個關稅弄得很高 你看看現在降了多少 現在要降回去 醫療用品降回去 特別是醫療用品 那你別的也要降 不然我醫療用品 我就不賣給你 所以你看看 對不對 疫情就像委員長 會改變貿易的關係 我們都知道 全球在政治文化上是對抗的 但是這個生活 整個這個產業鏈 全球是We are the world 是一個One world 那你今天遇到這種事情 那就變成 那就不知道怎麼解決了 好 我們拿出一片 回來繼續聊 因為現在看起來 川普跟習近平 他還是說是好朋友 但其他的作為 都把病毒直接稱 中國病毒之後 引發的摩擦跟關係 我們回來討論